捲起衣袖不到30秒 新冠肺炎抗體GET 第二劑是不是 現在打完了 有啊 當然會比較放心 新北亞東的醫護 已經是接種第二劑 台灣透過COVAX購買疫苗 第二批41萬劑到貨完成封肩 首批緊急先配15萬劑 給各縣市前線人員施打 打完之後 後來有抽抗體 就是是否對這個病毒有抵抗力 然後後來就抗體還滿高的 就覺得說還滿有效的 相比接種第一劑的忐忑 現在能保護自己最重要 一早開打不到兩小時 排隊號碼已經破百 新北市的亞東醫院 在第二批AZ疫苗 獲得800劑的配疾 一早很多醫護 都來接種第二劑 現在全院的疫苗接種率 已經達8成4 甚至他們調查 即便你只打第一劑 兩個禮拜後 你的抗體陽性率 可以到8成6 亞東針對目前已接種數據調查 打完第一劑 14天內抗體陽性率 只有12% 但兩週後達86% 22天後甚至百分百 本土疫情爆發 醫護警銷防疫人員 能不能靠這批疫苗得到保護 雙北前三類族群優先 醫護一線防疫人員 也就是外勤警銷 還有第三類機組員 防疫車隊駕駛等 其他縣市則以第一類 醫護先接種為目標 像桃園這回獲得18000劑 400劑分給機場 其餘都給專責醫院 預計第一線醫護警銷 禮拜五開始接種 各縣市首長都說 疫苗能不能多給點 端看不斷在外接觸 確診民眾的警銷 警察接種率 有望在這批施打後 從2%提升到5.6% 消防人員則達3成2 現在最大問題是疫苗不足 再來等莫德納6月抵台 蘇貞昌發臉書說 屆時像這樣食藥署迅速封肩後 這群衛福部的無名英雄 會在四度低溫 替疫苗貼上合格檢驗標籤 一切活速進行追趕疫苗接種率 藍營縣市首長喊了好幾天 要自行採購疫苗 確實給衛福部帶來不小壓力 疫苗的購買都必須由中央來統籌 消息表示在總統宣示 疫苗要由中央統籌之後 地方就不能再來申請 目前也沒有收到任何的文件 事實上目前已經採購的AZ 和莫德納疫苗 都有在台分公司或廠商送件 莫德納疫苗雖然還沒抵台 但兩百劑的測試標準品 已經先一步送到 為封肩檢驗測試做準備 至於上海復興醫藥 在台灣原本有子公司翰林生劑 今年初已經改名翰康 據瞭解是要跟之前的經營切割 實際詢問有沒有向 誰要數地鑑申請 業者表示目前沒有對外發言窗口 他們沒有在打的 我們有一點興趣 那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 陳時中鬆口 我們有興趣的大陸沒在打 指的就是上海復興代理的BNT疫苗 去年3月上海復興 砸1.35億美元近40億台幣 取得陸港澳台代理權 偏偏大陸沒有發給疫苗藥證 業者只能賣去香港 等於滿手疫苗無處去 根據曝光的合約 2021年上海復興 能拿到1億劑的BNT疫苗 上海復興只是個代理商 BNT疫苗全部都在德國製造 所以原則上來講這個疫苗 並不能算是個大陸製造的疫苗 所以它在進口台灣完全是合法的 我們政府不要為了自己愛面子 卻放棄了給國人 防疫學會理事長向中央喊話 希望真的由廠商送件能盡快通過 畢竟疫苗進口流程曠日廢時不能再等 TVB上樓室 張允熙 特別報導 希望執政的民進黨當局 能夠心中有人民放下手中的權利 授權各縣市長自行購買 符合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疫苗 用文字喊話還不夠韓國瑜乾脆透過影片再發聲 14位國民黨籍的縣市長應該一馬當線 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透過自己的努力 人脈 運作去恰購 這也是國民黨定調的戰略 更要與我們的14個執政縣市首長組成抗疫聯盟 黨主席登高一呼 南投雲林彰化花臉新竹線 也紛紛上映要自購疫苗 我們地方希望中央同意我們自行的來進口疫苗 現在不只是德國的BNT 或是上海的復興醫藥 早就已經跟台灣有非常充分的接觸 只是國民黨人士們的相同口徑 現在也被名嘴爆料 原來是黨內有給造戰守則 洋洋灑灑十五條第一條則強調 別講疫苗是大陸制 因為這連泛藍選民都不敢用 只要說是輝瑞或是BNT做好 另外還有大陸捐贈跟大陸代理 也得說清楚等等 這根本不是什麼針對這個疫苗的 照戰守則 做一個在野黨 我們的確會去做掌握 藍營發起疫苗攻擊 尤其北市府也加入戰場 儘管衛生局長說沒有接洽過上海復興 但柯文哲確實表態願意接受大陸疫苗 這民進黨自然不能坐以待斃 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蔡培惠 次有反擊 指南投縣府要買的BNT 其實是由中國代工的復必泰疫苗 不過這也被立委許淑華檢舉是造謠 我們也沒有得到剛剛所提的內容 所以這個還是要以地方他們去接觸的狀況 他們才會清除 疫苗之亂中央和地方持續攻防 TVB的新聞謝謝請邱婉柔蔡報道